花友们看看君子兰的旧土可以养哪一些花 看看小新的这一盘叫月姐 网购16块8 这是开的第二次 这是一颗长寿花 这颗长寿花我姐给我拿过来的 又让我马上养开花了 这是一颗不知名的花 不知道叫什么 打包发货了几天 突然发现它开花了 而且它的下边有好多颗花 看到没有 就是君子兰用下来的旧土 松针松塔橡树叶和叶壳 包括这一盆也是松针松塔橡树叶和叶壳 还有小新这个一直在开的一帆风顺 好多好多花苞 不断的在冒花苞 也是用君子兰专用的旧土摘的 就是我们摘种完君子兰脱下来的旧土 非常有营养 包括小新的这一盆火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落了就开 落了就开 看到没有 看下边 还是开了好多好多 然后同样是用君子兰专用的旧土摘种的 新土摘这些炒花的话相对来说有些浪费 那这个这是剁肉啊 同样也是用君子兰旧土来摘种的 给小新给大家看一下啊 包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吊栏了 吊栏也会开花 这个亭长得也是幽绿幽绿的啊 下了好多亭 同样是君子兰专用的旧土摘种的啊 这一棵的话稍微有点缺水 然后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啊 养的叶片绿幽幽的 同样是君子兰专用的旧土摘种的 好 别忘了 感谢观看